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她的心里有蓝图 她的时间不错 我们的这个摄影师说 OK 我们立刻进入这个测验 才知道到底你是不是一个懒惰的人 做一个测验 你能够认出并且克服懒惰的习性吗 第一题 懒惰的人并不想从生命当中得到什么 第二题 懒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看别人工作 是不是 第三 懒人会巧妙的逃避工作 因此她的生活就没有压力了 是不是 第四题 懒人不肯为别人工作 但却愿意为自己工作 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第五题了 懒人不肯工作 也不会为自己不工作来找借口 第六题 懒人知道自己是懒惰的 错 通常懒人不知道他自己是懒惰的 OK 好 第七题 雇佣懒人对雇主既没有获得也没有损失 其实这一题我要讲一讲 你如果一个雇主聘请了一个懒人的话 那个人的存在啊 比他的不存在 不在还更糟 你懂什么 他不在还至少他没有在那边 但是他的存在比他没有存在还更糟糕 OK 好 第八题了 懒人觉得每一件工作都太难 即使吃了自己的食物也是如此 OK 圣经上面有一个经文 讲到这个懒惰人手放在这个盘子里面 就是向口撤回的话 他也不肯 懒成这个样子 OK 好 我们直接就进入这个课程的内容 现在是个特别的时代 在特别的时代 神在寻求特别的人 这些人不需要看起来有智慧 不需要拥有很多的智慧 但是的话 他们必须要有一颗顺服的心 愿意顺从神的原则 被神用来彰显神的大能 在他生命当中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顺服的敌人不是任性或者是叛逆 而是使人跌倒的懒惰的习惯 通常是看不出来的这种习惯 OK 好 这里有 看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点有关于懒惰人的症状 OK 今天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症状 OK 第一个 懒惰人他不相信他是懒惰的 OK 解释一下 懒惰是个副产品 他不是懒人所追求的目标 因此对懒人来说的话 他绝对他拒绝任何 称他懒惰了这些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名义 他对你保证将会愿意工作 只要在行事这个这个路途当中 做少一点的困难 现在他在等更适合的时机来工作 在等候的日子当中 他重复的思想 他为何没办法开始进行某些的计划 其中的错误观念是度过这个度过一个工作将会 这个伤害身体 他认为这个这个工作过多会伤身体 做事该有比较容易的方法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更容易的方法的话 就是聪明人 他常常提醒自己要小心过分的勤劳 或者是浪费生命岁月 在一些不重要的努力上 他可以立刻回答任何有关于为何不工作的问题 所以他圣经上面 箴言第26章第16节这里讲到 懒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比七个聪明人更加有智慧 懒多人认为自己很智慧 第二题了 懒多人在生命当中选择比较容易的路 那并不是说今天你没有选择 你选择艰难的路表示你勤劳 有可能你走艰难的路 是因为你违背了神的原则 而受了神的管教 但是这边讲到他选择容易的路 这个惰性是慢慢的开始 可发生在任何人生命当中 选择比较容易的路 我就发现你知道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潜能有多少 所以很多时候人都在压力之下 有可能是你在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上面 而使你把你的潜能推到最高点 我记得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姐妹 她就说她毫不喜欢她的工作 结果后来她说为了要养她的孩子 她就愿意在那工作上面 这个愿意继续牺牲下去 结果后来你知道吗 她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她的工作 后来她的主管跟她说 她说某某小姐你知道吗 在你过去一年当中我知道你不喜欢做这个工作 但是你的态度很正确 而在这一年当中 你的潜能有关于这方 老板就讲出他不同的 他观察这个员工 不同的潜能被逼发出来 所以的话他就说他做了个建议 他说很多时候神就用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上面 而彰显出我们里面的潜能 小小的屈服看起来是没有害的 比如说多睡一点 闹钟一响 再睡一下下 或者是休息多一会儿 等多几分钟再开工 花多一点时间说一些没用的话语 圣经上面说 再睡一下下的话 贫穷如同强盗的来临 小小的屈服是从选择生命比较容易的方式而来的 就是拒绝在困境当中工作 箴言第二十章第四节讲到 懒人因为东寒不甘重 到收割的时候逼讨饭 所以不久的话 小小的屈服成为生活的习惯 所以的话圣经箴言第十九章 第十五节讲到懒人沉睡 必受饥饿 OK 第十三点了 懒人不珍惜 时间的重要跟季节的重要 圣经在一副所书第五章 十五到十七节 讲到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神的旨意 OK 但是的话懒多人不重视这些东西了 懒人不自我启发 对他们来说 一天就如同其他的一天日子一样 照样过嘛 今日不做 明天也可以做 懒人不重视这季节 时间 他们的哲学是为今日而活 明天将要走该走的路 懒人不关心将有一天 要向神负责 他如何用他的光阴 他见晚上是睡觉的理由 不检讨他是否做完他该做的事情 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呢 他认为冬天是一个生命的侵略者 他不是 他不是这个冬天 为享受夏天所获得的收获 等于说夏天我们要栽种 冬天我们可以收割 但是他们觉得 这个是一个侵略者 懒人失去选择的自由 成为勤劳人的奴隶 靠着这个勤劳人的事业 他们才可以过活 所以总是有人在勤劳 请得起这种懒惰的人 OK 好 箴言十二章二十四节 讲到殷勤的人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 懒惰的人必服苦 OK 第四点呢 这个懒人的症状 七点里面的第四点 懒人不完成作业 OK 懒人在任何的事上 都很厌倦 他很困倦 每一项工作对他来说 都是一个大三 而且不是一个机会的门 他们认为所有灾难 所有这个困难都是一个大 每个工作都是大三 都是艰难的 如果他真的成功的话 他也不会珍惜 因为那只是代表更多的工作 他也不希望成功 他一成功的话 表示说更多 要做更多的工作 所以他允许机会溜走了 办完成的作业 变成作废了 OK 所以圣经上面 这里说懒人不考打猎所得的 连他自己的东西的保养的工作 他都觉得很累 传道书第十章第十八节讲到 因人懒惰防止倒塌 OK 好 这里第五了 五个 第五个症状 懒人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面 当懒人睡醒之后呢 他希望做一些事情 是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没修的这个头脑跟没动的身体 产生毁灭性的忧 这个忧愁 所以他们整天的忧愁 整天的忧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太懒了 没什么都没有做 OK 好 第六了 懒人将带给老板痛苦的危机 好 这个刚刚也讲到 不但懒人没有生产力 还有毁灭性的 公司里面 他的存在 比他的缺席更糟 因为他那种被动的态度 跟不顺从指示的工作能力 对公司来说是一种浪费的成本 老板或许掉他到一些不重要的岗 不重要的位置上面 这样子呢 却伤了他的自尊 他就辩论为何他事情没办法完成 这产生不忠的态度 开始在从事当中散播不满 所以你如果拼起一个懒惰的人的话 他的存在 比他的 他的这个 不存在更加的糟糕 OK 好 第七了 懒人是自我引发恐惧的受害者 懒惰的结果是恐惧 导致更加的懒惰 当懒惰人发现跟需要食物的时候呢 他不会偷窃 他不会要饭 没有食物 因为他们选择生命比较容易的路 所以真言上面说 真言二十二章第十三节讲到 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 我在街道就被杀 OK 所以他们 为了避免更多的恐惧 他们做什么东西呢 他们再睡多一点 恶性循环了 OK 好 这里讲到惰性的发展 为什么有些人的妻子 非常的忧愁 嫁给这种懒惰的丈夫呢 OK 我们来看一看 有可能会 你会发现这个故事的内容 会跟你有一点的相关 OK 来看一看 第一 这个内在的原因 跟外在的引起的冲突 内在的起因 当丈夫年轻的时候 他没有吃过苦 就觉得 就得到想要的东西 哇 年轻的时候没吃苦 所以我们一些 这些孩子们 现在 我下一个课程会讲到 下 下个课程 下下个课程 会讲到 如何管教孩子 得到这个 这个 该得的遗产 OK 他的产业 所以的话 孩子长大 要得到产业的话 你要从小就开始栽培 不是说 你等了 等了你死了之后 再交给他一大堆东西 让他去管 他怎么管你没有眼看见 你也不管了 这是错误的 从小也开始栽培 OK 所以当一个小孩子 他以前的话 没吃过苦 我们 我们有可能我们吃过苦 我们不希望我们孩子吃苦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 吃苦是对一个人的生命 是有好处的 他会爱惜生命 他会爱惜光阴 他会爱惜金钱 那这一个男生呢 丈夫呢 年轻没吃过苦 就得到他想要的 好 说引起内在的冲突了 他找不同的方法 来操作人跟事物 为要得到他想要的 小时候怎么样子 长大之后也变成怎么样子 OK 第二了 他很容易的就毕业之后呢 就想找工作 希望找一个付高一点薪水的工作 老板 薪水可不高一点 多一点 工作可不少一点 OK 引起了冲突呢 他的懒惰 使上司强烈的反弹 他这种懒惰的个性 上司不欣赏他 第三点 老板所给的压力 使他开始 想开自己的公司 想自己当老板 OK 他外在的这个 这个是内在的因素 引起外在的冲突了 他自愿的信靠一些 所谓的快速发财的方式 贷款开始做生意 第四了 为了要保证成功 他买昂贵的衣服 昂贵的车子 同时送一些礼物 给那些富裕的朋友 希望拉拉关系啊 OK 跟他和好一下 以后的话 有什么需要的日子 可以帮助一下 但是他的妻子呢 引起外在的冲突了 他的妻子为他 对他这种过分浪费的态度 起了反感 同时提醒丈夫 应该注意他的合伙人们 有点不大不大正确哦 OK 第五了 这个丈夫呢 生意失败之后 他被迫了 要找一份工作来还债 好了 引起外在的冲突了 他心思不在工作上面 他现在更加 这个面对更大的生活的压力 到最后了 第六 他是 现在的工作是短暂的 还是在等候 所谓的机会的来临 来了 这个来带来金钱跟荣华 引起外在的冲突了 他的失败 和他的经济的压力 带给他严重的自卑 而现在 他是他的工作 他看 他认为工作就是耻辱 去被拼请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懒惰人的这种发展 OK 那我们如何可以 克服懒惰的个性呢 其实无论是少年人 成年人 他们都可以得胜了 依照圣经的原则来得胜 OK 第一个 就是以饥饿来回击懒惰 你知道神说 怎么样的管教懒惰的呢 就让他饿几餐 OK 神用饥饿来帮助我们 克服懒惰的惰性 帖撒诺尼加后书三章第十节 讲到如果人不工作 就不可吃饭 在亚当跟夏威 犯罪之后 勤劳工作 是神对人的要求 因为人的惰性 勤劳可以克服 这个肚子饥饿 可以克服懒惰的个性 每一个人都经历 这个饥饿的时候 都有他的价值 尤其是对懒惰人来说 可以 我们可以用三天进食的方式 来学习 OK 第一点了 第二点呢 学习勤劳的原则 勤劳的原则 懒人最终的目的是要培养出勤劳的习惯 神说 真言第六章第六节说 懒惰人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以得智慧 你知道以前 看了这个经文 我也跑过去看看蚂蚁 可以看他们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哇 忙得不得了啊 你知道 人真是很悲惨啊 当神造人的时候 在创世纪 人应该是管理所有的动物 但是因为 人犯罪之后呢 人也懒惰了 那种惰性的 这个罪恶的 懒惰的个性啊 猝使 人不单止没办法掌管 这个宇宙万物 一切所有 反而人要去跟蚂蚁去学习 看个蚂蚁 要学习努力 OK 这是 人就是很悲惨 OK 好 OK 懒惰人最终 就是OK OK 蚂蚁生命基本的品格 就是他们很主动 他们自我找方向 他们尊重积极的重要性 他们有能力完成他们的工作 和未来的计划 懒人像蚂蚁学完之后 应该要阅读一些 基督徒的名人传记啊 学习由勤劳跟培养出 顺服神话语的品格 OK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了 明白懒惰的性格 是一步一步形成的 那种个性是一步一步 不是说今天我要懒惰 我要懒 我要懒惰 OK 在这慢慢的形成的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懒惰的 这个懒惰的惰性的受害者 惰性在我们不注意之下 就开始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很容易就掉入他的圈套里面 以下有几种这种警报 懒惰这种个性的警报 第一个潜伏性的懒惰 他内心拒绝神勤劳的这种原则 这些必须要立刻顺服圣灵才能够克制 他们觉得 努力 什么是努力 努力是咒诅 OK 努力是咒诅 你只要祷告 祈求神就可以得祝福 这个是错误的 OK 好 出其性的懒惰呢 这是选择生命比较荣耀的一些的决定 这必要请别人 看我们 做某些 把某些东西做成 所以 英文是accountability 就是说 你有可能没办法做到 你需要别人来看住你 确定你做了这些东西 OK 第三种呢 就是使人无力感的懒惰 每天屈服一点点成为习惯了 这个人一定要以进食祷告 来设计生命的目的 来克服这一方面 好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我们要学习早起 哇 要早起 你知道 弟兄姐妹如果 这个高维里牧师 他有习惯就是 每天早上 四点钟起来 就读圣经 祷告 然后那使他一整天 这个都非常的有果效 那我们知道 我们 我知道我们 很多人喜欢 这个夜生活 晚上不睡觉 然后 这个现在有 24小时的 大卫会晤 有 就很适合那些 晚上不能睡觉 睡不着觉的弟兄姐妹 就可以去 那个祷告会里面 去祷告 OK 但是的话 其实晨岛 早上 一早早起 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 希伯来文 勤劳 这两个字 就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早上起来 做事情 就是勤劳的意思 OK 这是个重点 如果我们需要 请朋友 每天早上打电话 来确认 你起床的话 就拒绝 再睡多一点的试探 或者是 计划 起床之后 跟弟兄姐妹一起 起来灵修 灵修生活 OK 打电话 请大家 请别的 请牧师 打电话给你 或者请你的好朋友 打电话给你 确定你早起 OK 第五呢 学习 重视 时间 生命是与时间 一个竞争 只有当我们了解 以下的事项 我们才可以 打赢 这个仗 OK 第一个就是 时间是有限的 弟兄姐妹 一百年前的 年轻人在哪里 请问一下 一百年前的 年轻人在哪里 他们现在 已经不在了 一百年之后 我们在哪里 我们也不在了 所以的话 其实每一个人 都给予同样 多少的时间 你说 哇 为什么这个人 很有成就 我怎么一无所成 OK 每一个人 有二十四小时 就是你怎么样 去使用它 OK 你知道 这个懒惰的惰性 这个一点点的形成 跟那个用钱 也是一样的 有些时候 我们口袋里面 有一点钱 左吃吃啊 这个小摊贩 吃一个 买个东西 小东西 这个就这样 一下子钱没有了 怎么会这样子的呢 其实时间也是这样子 你这里懒一点 这里偷懒一点 睡多一点 坐一下 开始 哇 时间就过去了 一年都过去了 别人有可能很有成就 但是的话 你好像 为什么做了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做 OK 好 为神守望 OK 好 这里的话 我们看看 那个时间是有限的 死亡是将要来临的 我们一生 能够有效的 为神做的日子 是神所立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数算我们的日期 OK 时间的运用 我们必须要负责 时间是给我们 来工作的 所以的话 而且时间是没办法 弥补的 所以在一周当中 你要记录 你知道我发现一样事情 我在21岁之后 我就开始写日记 我知道我们在台湾长大的 弟兄姐妹的话 有可能是从小 老师强迫要写日记 所以每天到了你毕业之后 你不写日记的 我发现 每一次我写日记的时候 我都记录 我那本日记 是一个小小小一本书 然后我会写 有个主题 主题之后 旁边是日期 然后呢 我会写个人方面的 我灵修得到什么 什么什么 这个心得 家庭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社会 国家社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是每天做记录 也不是每天都所写这事项 我是有事情发生 我就把它记录下去 但是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的财富之一啊 我可以让我的孩子 也不但是不要说我孩子了 我自己过了几年之后 我倒有七八本的日记本 一本的话 记录两三年四五年 所以我不是每一天都写日记 但是我把神所做的 我都有数算 把它记录下来 你知道吗 我们基督徒不拜祖先 但是我们会纪念我们的祖先 OK 我们不会在清明节去拜我们的祖先 但是我们会纪念他 如何纪念他呢 就是在饭桌当中啊 是跟我们的孩子 讲到有关于我们 我们的这个这个 上一代所作所为啊 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家庭里面 有什么样子的成员呢 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纪念祖先 就比拜更加有意义 我也希望 我的孩子的孩子 会纪念我啊 因此他们怎么纪念我 没看过我 因此我就用照相本 把这个 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作为的话 把它照下来 然后一年一本照相本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而且的话 都是顺着一月二月 三月四月 所以的话有点像 看我的日记 这个照相本的话 有点看电影一样 再加上我用日记 来记录神所做的一切 当我过世那一天 或者过世之后 我的孩子 可以看我的日记 看我的照相本 更加了解 更加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呢 他可以把这个 传给他下一代 让下一代可以看见 他的真祖父 为神做了什么事情 阿伦利亚 所以的话 我们必须要数算 而且很奇妙的事情就是 当我开始数算记录 神对我所做的话 神会更加的 给我更多的神迹 更多的奇妙的事情 在我生命当中 如果不记录 忽略的话 好像日子就很快的过去 就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 数算我们的日子 让我们活得有价值 活得是为神而活 OK 我们今天节目到此为止 希望这个课程 带给大家很多的帮助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任何的建议 欢迎来信 或者传真 我们会尽快跟你联络 我们下个礼拜 就会讲到 这个好像是妻子 这个 留意 妻子的警告 哇 所以做妻子的 叫你的丈夫 快点来看这个节目 因此 因为下一次 是很有价值的 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把你命令人远远 他的世间不错 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他离他地的根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